你跟熊年還說你 了解中好好相處搭交朋友 緊張的時候會簽一下手帳嗎? 應該沒有到那個階段了 應該就是 其實大家都看到我們 不要這樣為難彼此好不好 上禮拜瓜哥就很生氣 覺得你都沒有出面來說明 害他背黑鍋 我覺得我們正常交友 然後沒有的事就沒有 沒有澄清過背鍋一說 輸的事情就其實都一直有在聯繫安排 就是證書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誤會產生 但是也是跟瓜哥說是很不好意思 就是當然輸出來也有一個月了 那希望可以 趕緊有機會清面證書給瓜哥 徐衛學霸兒為這事和虎瓜道歉 任命連熊尼就放過 我上次被拍死的時候 那大概就多長了 半年 對啊 然後這陣子又有事 徐衛台大學霸兒講答承認愛樂 日前他被拍到 和樂天女孩熊尼互動親吏 想約看電影 31號錄製節目 他也親鋪和熊尼關係 熊尼比電影好看 那當然大家看電影嘛 反正就是 聊聊電影劇情 要跟電影發生的事情 覺得好看的時候一起哇哦 就這樣囉 緊張的時候會牽一下手這樣嗎 嗯 應該有到那個階段 因為就是 其實 有啊 都看到了 不要這樣為難彼此好不好 就是 至少 到目前為止大家都 還有看到嗎 所以我還可以慢慢交朋友這樣 我們節目上認識 因為我也知道 這個熱天與海吧 然後就有說 啊那就那個 欸今天 誰也來上節目囉 看你給你只有他耶 這麼多女孩 聊起來比較對痛 你眼中的兄弟是什麼樣的意思 我覺得他工作非常的認真 然後其他的話就是 慢慢的可以繼續享受 我們現在都還在事業充斥的階段 我也是個工作很認真的人 我覺得 沒有啦 他就是 他就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新聞上知道 然後當然 他就是表情說 大臣那你就年輕人好好交朋友 第十月份被拍到的時間 我也應該替你女朋友出來 訓練一下 那你們兩個出面澄清 不就什麼事都解決了嗎 江大臣沒有送書給他 那個不是什麼大事情 當然他傳給我助理說 幫他寫推薦 我也二話都說OK啊 他跟他聯絡說 他出版 會送 會送過來 結果到現在 已經不知道出了第幾版了 而瓜哥上桌受訪 才氣噗噗 怒噴江大臣 害他背黑鍋講幾半年 一擊不滿 被江大臣邀宣傳新書 至今卻連一本書都沒收到 我覺得 我們正常交友 然後 沒有的事就沒有 沒有澄清或背鍋一說 會覺得對 瓜哥不好意思 這書的事情確實 因為一直有在安排 上節目嘛 其實我不知道 為什麼中間會有這個誤會 因為 包括跟 瓜哥新節目的製作單位 然後還有就是 瓜哥的助理 其實都一直有在 聯繫安排 就是證書這件事情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 這個誤會產生 但是 也是跟瓜哥說真不好意思 就是 當然書出來也一個月了 那希望可以 趕緊有機會 清面證書給瓜哥 在下面一位